你 能不能让我的宝宝 在我肚子里多待几天 我以后可能做不了妈妈了 她就越久都越舍不得了 你记得了 还有我呢 老公 我害怕 我们现在开始给你打麻药 我不打麻药 不打麻药的话会很痛 痛才能让我永远记住我的宝宝 你确定 任志典 未来 你还是有机会做一个好妈妈 我挺快的 准备 要开始了 可以 来 加法 来 用力 太老了 来 再用力 对 用力 来 再来一次 用力 来 来 儿子啊 儿子 妈 孩子 我们四位商量好了 你和盈盈必须离婚 这绝对不可能 我们刚打条孩子 你们有完没完了 刚才我们去问过医生了 他们说你们俩都是什么镰刀型贫血的携带者 生一个正常的孩子太难了 你 我来说 孩子啊 你肯定很清楚 当初你和盈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一百个赞成 对你也是非常满意的 这现实的情况就放在这儿 你们很难有正常的孩子 你何必耽误彼此呢 你说是吧 爸 我给您的感情你是知道的 我感情以后可以再培养 妈 我们家盈盈也可以重新开始 人呢 再加油了 用力 再来一次 用力 用力 最后一次来 三二一 用力 好 出来了 好 好了 没事了 孩子 听老爸说一句啊 你是咱们谭家三代单传 你知道为什么取名叫谭宗吗 传宗接代 你跟盈盈在一块很难有健康的孩子 咱们谭家就绝后了 知道吗 看看我们这老两个多一把岁数了 大家外甥想想轻浮 要坚持在一起的话 那就把我们的晚间生活全都毁了 要我说 要我说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你现在不分 将来也得分 儿子 你们年轻人不能太自私 如果你们俩非要得在一起的话 那毁掉的就是我们两个家呀 我需要你 潘先生 手术很成功 已经摔了银铲了 你们大孙 怎么劝啊 我们家盈盈从小被我们宠坏了 脾气降得很 我们去劝未必听得进去 儿子 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请你离经我们的苦衷 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去劝 让我一个做丈夫的 请我告诉她 不要她了 当然话不能这样说了 再说 盈盈才失去孩子 这样 盈盈敢从小手术 一定要买电盈盈盈 好好给孩子补补身体 对盈盈盈盈要解释 劝导 这是权益之计 就是不得已没吃了 儿子 你爸讲的 你们还知道我刚失去孩子吗 孩子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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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孩子 你真是想做不关心 老公 孩子没了 你听 这是她态动的声音 老婆 孩子已经没了 我还想给她打扮 给她布置小房间 教她人 自陪她长大 可是现在 现在我的孩子没了 生下来 你可会遭罪 为什么是我们遭遇 这样的情况 老公 对不起 我忘了 其实你也喜欢孩子 我只顾着自己发现了 其实你也能受 妈妈找我谈过了 孩子都没了 还谈什么 他说我们有一个 无法逃避的问题 要生一个正常的孩子 几率太小 我也不想你一次一次的事 太上身了 所以呢 所以他们说 让我们离婚 你 你觉得呢 我也为这个孩子 规划了好的未来 直到你怀孕以后 我才知道这个孩子 对我有多重要 我才知道 我们人生可以有这么 纯粹的爱和期待 一个孩子来到人间 可能是这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 大老婆 我孩子没了 我们再想办法 不行 我们再抱一个 老公 老婆 你先放宽心 养好身体 老公再去跟爸爸解释解释 我相信 解释 怎么解释 不孝子 你要骑死我吗 好 盈盈啊 你可千万别跟着犯傻呀 一个女人 要没有自己的孩子 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呀 我知道你是个 同情达理的孩子 你也知道 我们谈家三代单传 你别说 不能为了你们 就断了后 妈 你别说了 你再说 我跟怎么断绝关系 孩子他爹 你回去 爸 药医生 医生 爸 救你生日 好 我去 没有 我吃了要就没事了 哦 哎呦 糟了什么天呀 辛辛苦 跟我儿子拉扯的 结果有了老婆 老娘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你说我活着 还得什么意思啊 还不如这么烦了 哎呦 妈 我也不想活了 你都别闹了 我不想活 我同意离婚 妈 妈 我也不想活 妈 妈 妈 别闹了 我不想活 我同意离婚 我 云云 你说什么 同意離婚 现在或许我们还能承受 失去孩子的打击 但是将来呢 这将是我们心底的一根刺 永远都把不掉 永远都折磨着我们 你觉得这样的家庭 很有幸福可言吗 音音 我 他们说得对 如果我们现在不放弃 将来看到的就只有痛苦 永无止境 所以你就放弃了吗 对不起 你决定了 我不要 孟基还好 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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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